公元600年 隋文帝杨坚废了长子杨勇 改立杨广为太子 杨广机会来了 被立为接完人了 四年以后604年 杨广正式继位 这一年他35岁 但这个班接的 也是大有争议 据说当时杨坚病重 在仁寿宫养病 病重了 也感觉自己可能要不行了 然后就把太子杨广 招到宫里陪他 那么他的想法 一旦自己不行了 孩子在宫里可以随时 把太子叫过来交代后世 他是这么个想法 把杨广招到宫里 杨广心里也没底 他在宫里住着又出不来 说这后世怎么安排 他就写了封信 给他那个亲信杨肃 在信里讨论两个问题 跟杨肃请教 第一就是我老爸要没了 这后世咋办 第二咱怎么能保证我接班 别被别人串权 问这个杨肃 让杨肃给他出谋划策 杨肃就写了封回信 对杨广谈的问题逐条做解答 俩人之间的密信 这个信的内容没流传下来 但是我们可以想 这信的内容肯定有很多 犯忌讳的地方 俩人密谋 皇上死了之后怎么办 结果宋信这太监 太糊涂了 拿着杨肃给杨广的回信 直接送到杨肩那去了 重病中的杨肩 拿过杨肃给杨广的回信 一看当时大怒 拍案大骂 独孤误我 说他老婆把他耽误了 因为他立杨广为太子 是媳妇劝着 说他拍案大骂 独孤误我 马上招俩官员进宫 让这俩官员起草诏书 把杨勇招来 要改 改接班人 但这个时候 杨广就得到消息了 他的应变能力还很强 这俩起草诏书的大臣 没等把诏书写完 直接杨广的人就来 把这俩人拿下 以谋反的罪名 直接把这俩人得起来 然后就把杨坚的寝宫 人寿宫的护卫 卫兵 全换了 都换成杨广的人了 然后接着就开始 用咱今天话说 清场吧 先生免 出去免禁 先生免禁 他派了个官员叫张恒 跟发明地动仪那张恒 崇明 但不是一个人 崇明 就那俩字 他派这个 他的亲信张恒入宫 张恒就以 便打扰皇上休息威名 把宫里刺悟人 全撵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 张恒出来 就说皇上驾崩了 所以这隋文帝怎么死的 在历史上是一直有争论的 一般都认为 就是让张恒给杀了 但怎么杀的 也有说动刀的 也有说下毒的 反正是 古人的说法也比较烂 有的说给他灌毒酒 有要死的 有人说直接反正就是 一刀砍了 然后那雪都溅到屏风上了 反部官怎么说 杨广继位 有杀父嫌疑 继位之后干的第一件事 以皇帝的名义 把他哥哥赐死 后来又把他 哥哥杨勇的孩子 那些儿子流放 然后在流放途中派人暗杀 杨广的接班 虽然他是以太子的身份 接班的 但是这个继位的过程 是很不光彩的 所以古书评价杨广 说他是弑父杀兄 他是杀了他老爸 他杀了他哥哥 另外还把他侦都杀了 在这个情况下他接着班 那么这场公平政变 我们要从好的一面看 说杨广应变能力很强啊 所以关键时刻能够胜出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 这个人心也太狠了 对自己亲人都能这么狠 对别人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这一点后来在杨广当皇帝之后 表现的淋漓尽致 淋漓尽致